国际状况 我们要来看昨天的这起空中惊魂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有一架 才飞了8个礼拜的波音737 MAX 9客机 昨天说在起飞之后 本来是从这个波特兰要飞到安大略的 可是才起飞没多久 一扇舱门就直接飞走 导致这个机舱内饰快速施压 您可以看到 当时这整个飞机里头状况混乱 有孩童的上衣被撕裂 有乘客的手机 就像您之前看电影一样 这样飞机破裂直接被卷出去 现在就怕是这款飞机有飞胺的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就要求 只要是同款机型的飞机 现在要飞之前 都得先进行安全检查 OK才能直飞 正在飞行中的客机 机舱舱板竟然少了一大片 强风从洞口不断灌进机舱里 氧气面罩全部启动落下 不一会儿机舱内灯光熄灭 所有乘客鸦雀无声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一架才启用 八周的波音737 MAX九型客机 当地时间五号从波特兰起飞 准备飞往加州安大律机场 不料起飞后没多久一扇舱门突然飞走 造成机舱内快速施压 机长立刻通报塔台 折返波特兰几机迫降 索性最后班机平安降落 有乘客说因为飞机瞬间施压 客舱里上演不少惊悚画面 施发后阿拉斯加航空立刻停飞旗下波音737 MAX9机队 目前已有18架737 MAX9客机在深入检查后获准复飞 剩下的飞机会在未来几天内完成检查 这次意外也让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下令 停飞部分同袭飞机 在继续飞行前进行检查 除了阿拉斯加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也有79架波音737 MAX9 由于波音737多用来经营美国国内线 临时停飞令让不少美国境内航班大受影响 华日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